大家好,我是夫妻房车记,我是肉鞠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半 大家看看 第一边的停车场就差不多停了一半的车了 我们这边还比较少一点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进去了 我就想早点去 我怕太晚的话人太多了 来吧,浪浪还没起床 走吧,赶紧遛浪浪去 来看看我今天穿的短裤 短裤短袖 我今天准备全副武装的去爬山 因为今天最高温度31度 出发之前先去吃个早餐 凡事不要慌,来了这么多车 也不要慌 还是他们家 他们家味道还不错 老板 来一个早餐啊 有早餐的话 我还是要个牛肉面吧 一碗牛肉面 一碗牛肉面 大早啊,感觉他们特别忙 我点的牛肉面 结果给我上了哨面 吃吧 吃完去,咱家 这个面最终还是没吃了 实在不想吃了 太咸了 还不如自己泡一碗泡面呢 看我带什么 好啊 满满一杯水 然后一个大的人生果 这个是充电宝 充电的线 然后小吃 两个面包 准备出发 然后冰锈 走喽 春油锈喽 感觉像在春油一样 开这么快是啥意思 好 付款成功 可以进去了 要把身份证先拉住 OK了 顺利的进来了 现在需要 从哪进 散客入口 感觉有种坐高铁的感觉 乘这个大巴 乘这个旅游大巴进去 坐后边吧 找一个 找一个位置 这个前面有个人 真的 客出疫情期间挺好的 一个人一个座 必须一个人一个座 出发了 第一站七彩 仙元台 它是 这么绕 往上绕 这样绕下来 绕一圈绕下 到了 底的 七彩 仙元台 直升机 直升机多少钱 624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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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升机 我不坐了 它这边是这样的 就是你 坐了这个 大巴车过来之后 你去玩 玩完了之后 回到这个地方 再坐车 再去下一站 就这么一站一站的玩 哇 好吵啊 其实这个七彩丹侠吧 它最佳的这个观赏点是什么 雨过天晴之后 就是才下了雨 之后天晴 你来这边看啊 就七彩的 特别美 15年 站到他县 到现在 2020年 都上不去了 这边看完了 去下一站去 到达第二个景区 七彩云海台 下出 看看这个五一 是不是和以前的不一样了 还真是不一样了 以前看啊 以前看啊 这边啊 就是人山人海 现在稀稀拉拉 感觉也挺好的 不然的话 这是玩人了 就不是玩井了 崩溃了 戴着口罩 爬山真是种煎熬 感觉氧气不够用 还没法把口罩摆 崩溃 爬上来了 来看看这边 七彩云海台 觉得如果说是下完雨 然后 夕阳的时候 来这边看应该是很美了 这边就灌的差不多了 这个颜色让我似曾相识 想了想记下来了 是我走天杖线的时候 在那个路上会有一节路 我不记得是哪一节路 会有这样的颜色的山体 但是不是这样的地貌 这地貌是单侠地貌 那种的话就是山体 就是一座一座的大山 但是大山呢 它也是这种彩色的 也很漂亮 好了前往下一站 之后啊 我飞机的逃生舱 见过汽车的逃生舱吗 坐着这个大巴居然有逃生舱啊 可以 很多都是让敲玻璃 他居然坐着逃生舱 好了 七彩锦绣台 来吧 多看看 彩色的 但是我觉得吧 带着墨镜 看要漂亮点 它有修正效果 所以说会更漂亮一点 不然的话 看起来是白杂杂皮 太阳太大了 一百米都没有人 赶紧脱掉口罩 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 一星期间来景区玩 还真是累 吃咸了 喝喝水吧 节省点啊 就这么一杯 来看看这边 给大家戴个墨镜看看啊 怎么样 是不是戴着墨镜 效果会比 不戴墨镜要好得多 这一个五一 人流熙熙朗朗啊 这个观景点 是完全没有人的 小伙伴们 你们家乡的景区 今年火爆吗 这里是 张叶的七彩丹侠 没有人哪 没有人 我是不是玩的太慢了 还是他们玩的太快了 你看 感觉包场了一样 落大个五围景区 包场 感觉不错 吃水果吧 带来了一会游玩 结束了没时间吃 就在这坐着 晒晒太阳 吃个水果 好海生哦 我把最大的 那个原生果给带来了 好吃 大家看这个人生果里边 居然长了个宅宅 人生果中的人生果 还有还有牙 居然也可以吃 味道是一样的 搞定 继续出发 这个地方叫赤壁长城 它那个上面还有点这个长城的意识啊 上车前往下一个景区 啊到了赤壁长城下边啊 这边叫七彩红侠台 呃我看到那边有热气球了 但是热气球好像没有开放啊 我本来还想坐坐热气球的 你说这怎的 这个是最后一个点了 然后也是人最多的一个点 啊热气球倒在这儿 这边有很多同行嘛 应该是过来拍网红片的 这边还有一帮小姐姐在跳舞呢 可以看看小姐姐们跳舞了 一堆的长枪短炮 拍的这个小姐姐扭啊扭 这边依然是我一个人包场啊 原来那些全部 我说人怎么一下子那么多 都是在看小姐姐跳舞的 都是工作人员 还有邀请过来拍照的 哦一翻过来 这不是我们停车的地方吗 先把这边移完 再去把它尝尝去 这边叫小布达拉宫 就是前面那个土堆 我手指的那个 啊就远处远远的看 像破达拉宫 这边确实是挺漂亮的 这个颜色确实很美 然后近处呢还有一些植被 这样的话形成绿色红色黄色白色 想一想去年这边的火爆 再来看看今年 对吧我记得 我在图片上看的 这战道上全是 这人挤的人 现在呢包场了 都是我一个人的地方 哎呀真爽 这一盘美景都是我的 在和美景合个影 我就准没撤了 长城那边就不去了 里边感觉风景肯定没有这边漂亮 这边是最漂亮的一个点 最漂亮的一个点 走家了 哈喽啊 人家一 哈喽啊 路主